提风是一个非常新的系统 这款飞弹系统是有非常精准的路上打击能力的 那当然你说对大陆是不是有威胁 这个威胁性一定也是存在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两岸防务评论 我是施孝伟 根据新华社援引韩国日报的相关报道 美国陆军成功使用提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 发射了一枚战斧巡航导弹 而且美国可能将于明年提出在韩国部署提风系统的建议 对此韩媒表示 一旦韩国有事或者中韩有事 那么韩国可对朝鲜全境和大陆沿海海军基地内的军舰展开致命打击 其实提风是一个非常新的系统 这个系统其实就是由美国海军所现在使用的Mark 41的垂直发射系统 然后呢 它把这个垂直发射系统用四管做一个单元装在一个货柜车里头 然后用军用的拖车头来拖着它 那一个提风的单位有五辆车 包含一辆指挥车跟四辆发射车 所以就是一个提风的单位就有16枚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 或者是标6防空导弹的发射能力 韩国自己本身也研发了自己的那个巡航导弹 但是整体来讲由于战斧巡航导弹 大家都知道它在实战上的这个成绩相当的优异 所以那这个时候由美国所研发的这款提风系统 那自然的就成为这个韩国媒体相当重视 以及非常认为是可以倚重的这样一个系统 那当然美国为什么要发展提风这个系统 是要对付大陆吗 其实美国当然在退出中岛协议以后 那发现由于大陆当初并没有签署这个中岛协议 所以大陆有相当多这种所谓的具有强大攻击能力的中程战术导弹 不管是巡航导弹或地对地弹道导弹等等 这的确是让美方发现了 陆方在这一块和美国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战力差距 那所以对美国来说美国需要积极去追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美国当然要开发相关的这个提风系统 那作为嚇阻大陆未来在军事中毒中使用 大陆自己的地对地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 这是对于美国来讲 他们认为需要这个东西的一个很大原因 那因为提风这个系统目前来讲数量还很少 那美国去年也才接收了第一套 而且这个东西肯定不会太便宜所以我相信它增长的速度也不会太快 那不可否认的对于韩国来讲那当然对于朝鲜 对他们所构成的威胁如果有更多的地对地 这个巡航导弹或弹道导弹对于韩国来讲 当然是更受欢迎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美国未来提供或说将它现有的提风系统进驻到韩国 这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 因为毕竟就是说朝鲜的这个国土并不算小 因为你巡航导弹虽然说射程很长 但是由于它必须要弯弯曲曲曲折的去攻向目标 所以朝鲜也不是一块小地方 那对于美国来讲在韩国部署提风的系统 对于提升美韩联军吓阻朝鲜的这个军队 是有很大的这个重要性的 那当然你说对大陆是不是有威胁 当然不可否认的就是如果真的有 那这个威胁性一定也是存在的 但是我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数量一下也不会太多 那再加上其实如果真的韩国因为朝鲜 而跟大陆进入了一个紧张状态或甚至发生军事冲突 那这个时候美国数量不多的提风 想必它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是一定有限 但不可否认的这款飞弹系统 这个导弹系统是有非常精准的陆上打击能力的 而且它从陆上发射 因为过去像这个战斧巡航导弹 都是从海军的驱逐舰 巡航舰或潜舰上面发射 但它现在把它拿到陆上也可以来发射之后 那自然的会增加大量的这个地上可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 那当然就要看最后部署有多少 那当然如果美国真的在韩国部署的提风系统 那对于美国来讲 它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用上这批武器 比如说如果不管是朝鲜境内的地对地弹道飞弹 然后出场场或发射场 因为其实现在为什么美国要有这个东西呢 还很重要一点就是朝鲜的这个地对地弹道导弹 基本上已经能打到美国了 那对于美国来讲 那如果万一韩国跟朝鲜之间发生军事冲突 韩显要这个拿出擎贼要擎王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美国发动了这个长城导弹的攻击的话 那对美国来讲 就势必必须要设法 把这个长城 或说洲际弹道导弹 在发射前就要把它处理掉 所以这个时候提风搭配的战斧巡航导弹 就成为美国使用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系统 因为你毕竟不可能时时刻刻在日本海 或是黄海周边 那个都有美国的神盾舰 你也不可能随时都有那么多的军舰 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但如果你在韩国的地面上 部署了这个机动式的 那对于美韩军司令部来说 就多了一个可用的筹码 今天我们的两岸房屋评论 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也请屏幕前的各位 为我们订阅、点赞跟评论 然后我们下期再会